我们都是正常 平常就是在这个礼拜六 早上呢 跟大家一起来共修 来念佛 这个是一种 很好的 能够对我们互相来提醒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有时候每一天都在迷惑 你们也是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所以也很好 很好互相来提醒 复兴来依靠 所以用这个时间 我们就来研讨 来学习 所以 虽然我看不到你们 我才看到管师兄 看到老菜 还有看到我们的正老居士 我们的转干师 其他的 我也看不到 没关系 因为电脑小 也不能无法全部显出来 但是在这里 我今天就是肯跟大家来 报告一下 就是每一个礼拜六 礼拜天 好像跟上司一样 我来报告 跟我们的同修们报告 人家报告 比如说报葬 报告佛法 这个报告等于 好像在忏悔一样 其实 是件好事 所以称为同修道友 互相来学习 也是个好事 我今天有几件事情 要先跟大家讲清楚 有两件事 就是前两天 我有跟我们印尼的同修 每一个礼拜四 会做一个佛学问答 有两个 有很多了 我选择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提出来的报告 的问题 来跟大家报告 而且他的问题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要怎么样来帮助化解呢 那个才是一个关键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而且这两个人呢 以前啊 都是跑道场的 每一次跑道场呢 回来很烦恼 所以到最后啊 他不跑道场了 为什么不跑道场呢 他以为佛堂的人都是 好像是菩萨心场嘛 没想到看到佛堂的人啊 不但不是菩萨心场 各个呢 人人都是罗刹心场 什么叫罗刹呢 菩萨跟罗刹 只是差区别一条线而已 你觉悟了 你就是菩萨 你迷了 你就是罗刹嘛 所以称为罗刹鬼 后来呢 我就把这个八大人绝经啊 介绍给他 那有时候呢 他会批评 每天呢 有时候讲坏话 甚至于呢 有时候当作 学佛是一种迷信的 你想一想 学佛是一种 很乏喜的一种 很幸福快乐的 那为什么人人会能够 对我们佛法能够有一种 排斥呢 对我们佛法说一种迷信呢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要你们啊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 从我们进宗学会 学义进宗学会做起 我们统修 不要去讲到别人 外面的道场 从我们自己 本身做起 让别人 不要以为我们学佛 是一种迷信的 那个才是重要的 要不然呢 很多人会对我们佛法 佛教里面会排斥 违谤 甚至于呢 都对我们非常的排斥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八大人绝经 介绍给他 然后呢 就介绍我们师父 上人老和尚 就是弥陀耀解 1993年的 介绍给他 他学佛呢 大概将近四年多 这两个 在四年多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报告 这两个文章呢 我会跟大家拿出来报告 如果今天讲不完 我们继续明天来跟大家研讨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他提出来的问题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他就是讲 师父 我每天都在诵经 你看 你们听一听 你们去思维一下 去观察一下 他讲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只一样 他说师父 我每天都在 有诵经 无量寿经 我也每天有拜佛 我每天也念佛 几乎每天都是顺序的 我为什么呢 不但没有进步 而且又退步 什么原因 师父 他问我这个问题 你看 他说 不但没有进步 而且 又常常退步 我该怎么办 他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今天也问大家 以你们来看 我们该怎么办 管师兄 老蔡 我们该怎么办 你看 我们常常有时候上 有时候下 有时候上 有时候下 有时候下 有时候上 甚至有时候 没有上 一直往下 我们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感觉 跟我说 师父 我感觉很不发喜 我很不欢喜 甚至于 有时候跟我说 为什么学我这么难 就退步了 我该怎么办 你看 这个不容易 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证明什么 证明其实 他已经在进步 如果他没有在进步的话 他不可能说这一句话 知道自己在退步 就是证明自己在进步了 我们必定要知道这件事 知道自己在退步 就是等于知道 自己在觉悟 在进步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 说实话 你在这个环境 你要修行 你能够退步 常常 进而少退的 都那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你想一想 是不是很正常啊 乖师兄 我今天发脾气 我正常啊 为什么我发脾气呢 我真的有演员发脾气嘛 我不可能乱发脾气嘛 对不对 如果我乱发脾气 那是不正常 这种把那个字幕 写出来 哦 哦 所以我很正常啊 如果这个环境 很容易修行的话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寿经里面 他也不可能告诉我们 灾界清净 忍如专一 你能够在这边修行成就 胜过五量寿果 为善百岁 你想一想 你在这边一天修行成果 你在这边修行一天的成就 这就等于超过西方极乐世界一百年 那我们想一想 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一百年 是怎么算的呢 如果从天界来讲 佛为我们说天界 天分为二十八成天嘛 二十八成天从一界天 一界天有六成天 再加上色界天 色界天有十八成 五色界有四成 共起来有二十八成天 那从玉界天来讲 我们来看 从他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的天主 就是博寻魔王 寿命有一万六千岁 一天在我们这个他化自在天 就是等于在世间就一千六百年 那我们想一想 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百年 是怎么算的 尊敬的至于统修大德 说实话 在这个环境 真的你要修行成果 尤其在这个时代 那真的非常难 非常难 除非你有很大的警觉 警觉性很高 那个是不一样 就是等于是根性很高的人 这个根性是成为 上上根性的人 我们是现在是下下根性的人 没办法 要不然为什么菩萨呢 他在这个世间成佛 要需要三大阿僧奇节 什么叫做三大阿僧奇节 我前一阵子 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这个三大的表法 就是讲到我们的三度 就是贪嗔痴 而这个贪嗔痴菩萨呢 他修行成佛 第一关的 他要突破的 就是他的贪欲 而且这个贪欲呢 要花多长的时间 他才能够突破呢 一个阿僧奇节 就是一大阿僧奇节 突破之后 他突破第二关 就是我们讲的称慧心 称慧心很广的解释 他需要多长的时间 需要两个阿僧奇节 称为叫二大阿僧奇节 然后第二关 突破之后了 他才能够突破第三关 叫做鱼痴 要多长时间 三个阿僧奇节 所谓三大阿僧奇节 就是这个样子 你想一想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哥 一位菩萨 要修行成佛 需要三大阿僧奇节 才能够证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我们今天 是视线反复 那反复哪来 不退转的呢 哪来不造业的道理呢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个很正常 那反复来说 那就不用讲了 反复来说 那不是三大阿僧奇节 那个是五量节了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很正常 你有退步 那个很正常 为什么 我们反复嘛 又没有老师在旁边教导 哪来不退转的道理呢 不要说你们 师父自己有所常常退转 还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最重要的 抓住他的关键 记得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下面我要讲的 这一句很重要 我们今天退步 没关系 最主要的 能够抓住他的重点 我就跟这个同修讲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 这个环境修行很容易的话 你看 不要说我们这个环境 不要说这个环境 说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下下品的 什么叫做下下品 就是那些犯忤逆十二的人 那些犯了忤逆 极重罪的人 那些人犯了这些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需要多长时间 他也需要十二节 十二节的时间 而且这个十二节 讲的是大节 那如果中品下生的 中品下生的需要 四到五节才能够成就 你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环境 说实话真的很难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 佩服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真的太厉害了 你看他在这个多帅天 降到印度皇宫里面 后来选择出家 选择出家呢 选择出家呢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你想一想 而且他释践成佛多长时间 六年了 你看他老人家六年 在这个五拙二世里面 他能够释践成佛 那个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非常佩服他 五体头地的 释迦牟尼佛值得我们来学习 但是以我们现在这种的根性 我们没办法 最终要抓住他的关键 我们像我 要抓住他的关键 最重要的 那个抓住 你要抓住这一点 哪一点呢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净土法门的秘诀在这里 你能够抓住 你都能够成就 哦 这个 这一点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为什么净宗学会 还没 还没那个念佛之前 先献什么呢 先念什么呢 我们尊敬的老蔡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念《迷途经》呢 为什么要念《迷途经》呢 为什么要念《迷途经》呢 我们大家都在聊天嘛 讲讲话嘛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在讲话嘛 对不对 就是在研讨嘛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念《迷途经》呢 守我们的心 这个叫做收心 那为什么收心 用什么方法呢 你看《迷途经》 是释迦牟尼佛 建立个特别的法门 而且是五问之说的 那为什么五问之说呢 就是他老人家苦口婆心 建立这个法门呢 而且能够让一切众生 不管哪一个众生的根性 不管哪一个众生的病 这个法门都能够治 所谓三根仆辈嘛 不管你是上上等的人 中等的人 下下等的人 都能够修 而且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方法 这个收心 为什么要收心呢 收心的方法 就是这一部《迷途经》里面 最主要的讲什么呢 用什么方法来收心呢 我想问大家 我们大家好像在研讨 这一部《迷途经》 就是教我们收心 而且这一部经的关键 主要的是什么呢 它是教我们怎么收心呢 我想问大家 大家应该对这一部经 《迷途经》非常的熟悉 那我问大家 用什么来收心 管师兄 老蔡 是《迷途经》的一种吗 啊 《迷途经》 《迷途经》是《迷途经》的一种 我的指的是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的主要性 这一部经的主要的 这一部经的主要的就是教我们怎么 就是教我们信念持民老实念佛嘛 是不对 这一部经不是叫我们 信念持民老实念佛嘛 师父我有老实念佛啊 但是问题还没解决啊 为什么还没解决呢 因为我们疏忽了一件事 很多人在读这一部经 疏忽了一件事 忽略了一件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得力呢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件事 哪一件事呢 我们念佛当中 有华语 第一件事 有夹杂 第三啊 有间断 我们念佛 第二